大家好,黎智英被判一年零八个月 香港媒体报道 香港的异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八人 因去年参与被禁止的六四事件集会 被控犯下非法集结罪 并在13号遭判处四个月至14个月不等刑期 其中黎智英因同样罪名遭判刑合并服刑二十个 大家知道去年的6月4号 也就是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日 由香港的支联会 也就是香港市民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简称支联会 举行了大批民众的集会 香港政府以防疫为由禁止 但是这个集会还是召开了 会后26人遭法院通缉 除了罗冠聪、张昆阳流亡海外以外 剩下的24人都被控删获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黎智英还有前支联会副主席 邹幸丹、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兰三人不认罪 日前受审后被裁定罪成 连同在开审前认罪的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前常委、蔡耀昌、梁耀宗、梁锦威 以及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等其他5人 黎智英被判13个月 李卓人入狱14个月 蔡耀昌12个月 梁耀宗、梁锦威9个月 胡志伟4个月 此外黄之锋等其他16名被告被判有期徒刑4至10个月 黎智英在审判前代表律师彭耀宏 读出了黎智英撰写的英文陈情信 文中强调自己没有参与六四集会 仅是在记者面前点燃蜡烛 提醒全世界记得悼念六四真相 若悼念因不公而死的人有罪 就让我背负这种罪 承受这种惩罚 我便可以与亡魂共同承担这份光荣和重担 继续追寻真相、公义和美善 法官胡亚文日前裁决时指控 黎智英身为公众人物献身 令集结活动成为焦点 无需说出煽动字句 以可煽动他人 香港现在就是我19年以后判断的 实际中国正式收复了香港 正式收回了香港 19年是香港真正回归中国的一年 19年以后 实际上中国完全控制了香港 和我之前的分析是一致的 那么现在看原来在香港的这些台湾势力 美国的一些间谍 也包括台湾情报机构的一些人员 在香港现在已经没有落脚的地方了 中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香港 香港不再是过去亚洲的间谍之都了 现在看香港 中国大陆方面已经完全控制住了 控制住香港我之前也说过 实际上就是为了台湾势力 中国离最后统一台湾的时间 也是越来越近了 你从香港现在的情况来看 离统一台湾 我个人认为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了 这个收回香港的目的 就是为了统一台湾 所有台湾应该清楚这一点 这是为什么中国在收回香港的时候 台湾这个民进党 你看跳得那么高 主要原因就是台湾这些情报机构 台湾这些军事人员都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 中国收回了香港就是为了你最后收复台湾 那你从这点也可以看 实际上你说武统台湾已经发生了 收回香港是武统台湾的一个关键步骤 实际上我之前讲过 真正武统台湾登陆台湾岛 那个武统已经结束了 真正登岛的时候武统就结束了 而现在正是武统进行之时 实际现在就是武统开始武统进行的时刻 你记住现在所有为武统做的准备 都是为了最后一刻登陆台湾岛 我现在再告诉台湾人 也告诉香港人现在世界发生了什么 你身边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千万别逆历史潮流而动 特别是这个很多台湾人看我 你千万千万要记住 别当那个炮灰 香港现在你看这个情况就知道了 别当那个炮灰 说得很清楚了 香港目的收回香港目的 就是为了最后解决台湾问题 好好想想今天讲的 武统已经在进行了 实际上武统已经开始了